台湾税制仍停留在戒严时代,法税争改革良心救台湾,论坛呼吁税制应跟上时代。 记者林清和协线台北报导行政院长赖清德近日表示明, 107年度将投入超过350亿元来推动长照政策,其经费将来自税收。 政府提出政策愿景,但对政策经费来源背后,国税局以蛮横手段不合理超真的行径, 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法税改革联盟,本周在内湖举办一系列, 法税争改革良心救台湾,论坛,与会来宾指指台湾税制存在诸多荒谬及不合时宜之处,即待改善。 中华武术总会理事长黄昆中周四,11月30日,晚间出席论坛时呼吁, 政府说要重视传统文化,不要只是口头说说而已, 师徒相传是东方特有文化传统,有了师徒伦理存在,才会尊重所学的东西, 现今社会常有学生不尊重老师的乱象,正是因为缺少了此一伦理。 武术深具文化内涵,是我们传统的体育,西方来的体育在台湾一向是免缴税的, 而武术却是经过争取,政府才同意免税的,太极门税务冤案更显示现有税制无事于保存传统文化。 会计师李先生也以指标性税务冤案,太极门案为例说明, 弟子进程给师傅的进师李明明是赠语, 但国税局从未求证太极门师徒间的关系, 仅凭一侧就直接开出税单, 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法律原则及逻辑。 科技公司法务主管陈先生则表示,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税务机关绩效指标不应着眼于税单的金额, 是否服务民众才是正确的评量指标。 资深经理仍无亲自指出,台湾的税制仍停留在戒严时代。 现在上市公司的财务责任是由所有的股东来共同承担, 但我们的税制却没有跟上时代变化, 仍然沿用早期为了房币的做法, 要公司负责人承担所有财务责任, 放眼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跟我们一样, 要上婆公司负责人无限度承担公司的财务责任, 这是不合理的。 他举自身惨痛经验为例, 因为出国申请良明证被驳回, 这才知由于前公司的税务问题, 他的土地已被国税局扣押了, 国税局不去追人正常营运的上市公司, 却要以离职的公司负责人负起全责, 无亲自说就算是全球首富比尔盖茨 也负担不起微软的全部财务责任, 更离谱的是, 他的土地都被扣押了, 他本人却从未接到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通知, 另外, 国税局也常离谱地搞错征税对象, 退休军官张先生表示, 营区内服务官兵的福利战本来就是免税的, 竟然也曾收到缴税公文, 几经协商, 最后才撤销此一乌龙税单。 他呼吁税捐机关要勇于认错, 一旦发现开错税单就应立即撤销, 再者, 发现税法税质荒谬, 不合时宜, 政府也应立即着手修法裁队。 台北市议员李建昌也出席了这场论坛, 他指出, 刑事法院都三审判决太极门无罪无税了,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也撤销国税局处分, 没想到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却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决, 他认为这是法官滥用, 自由新政, 的结果。 李建昌表示, 身为民意代表, 他经常接触税捐机关, 也看过许多不合理的现象, 他呼吁大家应一起来推动税制改革。 图一, 法税征改革良心救台湾, 论坛, 预会来宾指指台湾税制存在诸多荒谬及不合时宜之处, 即待改善。 台北市议员李建昌, 前排又四, 中华武术总会理事长黄昆忠, 前排又三。 图二, 资深经理人无亲自直出, 台湾的税制仍停留在戒严时代。 图三, 台北市议员李建昌认为, 台中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在审理太极门税务案件上滥用, 自由新政。 图四, 中华武术总会理事长黄昆忠呼吁, 政府应在税制上保护东方传统的师徒文化, 太极门税务案及事代表案例。